听众姐妹平安 今天小牧师摘掉墨镜 还看得过去 其实我 我见了一个听众姐妹 一个姐妹有一个小粉 稍微修饰了一下 我第一次粉墨登场 让大家看到 不是那么惨 我感觉住了 我觉得健康的是一个征战 然后想到说我们 在最近的一个月当中 理事会的主席 所以我为 教务团的主席 小牧师都身后都受伤 一方面可能是我们不够小心 那另一方面也是征战 感谢主我们都安然无恙 阿们 可以替得多为教会来祷告 为教会的牧者和同学来祷告 那今天我要讲一个 平衡的激动的生活 那这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稿子 我记得在十年前 我投在一个 一个杂志里面一篇文章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 随着教会新唐建造的脚步 我们看到越来越快 我们看到一个标定 就要出现了面前的时候 我们的心兴奋不已 就像当年以色列白青 当他们跨过约旦河 他们在旷野里边 我们看到 他们跨过红海 在旷野里边漂流 当跨过约旦河的时候 他们期待呢 有一个新的生活 你想想看 在旷野里边 住帐篷四十年的人 他们想什么 希望不要再住帐篷了 他们能够定居盖房子 但是这不是神 可以色列里边的一个行为 以前迦南地不是没有人 有很多居民 有迦南欺负人在那边 那他们呢 却荒荫 他们却败偶像 却败坏 谁让他百姓进去 有一个崭新的生活 看到他们和别人不一样 这是神的心意 很可惜 当以色列百姓进去之后 他们忙着分田产 忙着盖房子 他们过去一个新的生活 但却忘记了 神给他们所交代的 把他们的生命 展现出来 让别人看到不一样的生活 那天端圣经 是记载在约翰三书里面的一节经文 那约翰三书呢 是在整本圣经当中属于比较短的一个篇章 他就一节的一章的圣经 没有分好多章 这讲到一个盖尤这个人 这封信呢 是约翰 使徒约翰写给盖尤一个私人的书信 你能想到吗 一封私人的书信 竟然可以放在圣经的正典里面 这让我们知道呢 这封信是不一般的封信 那盖尤是当时非常常见的名字 那我们在圣经里面 在使徒信卷里面 我们看到有马其顿人盖尤 也有匹特人盖尤 有欧洲的 有亚洲的 还有保罗在写卢马书的时候 住在哥伦多一个叫盖尤人家里面 但是都不是这个盖尤 这谁呢 就是在当时教会的一个 非常非常普通的弟兄 但是他呢 心存真理 而且在教会里面 乐于接待当时 各处行走的传道人 顾及他们的需要 不管别人怎么样说 他就行当行的事情 简单的接待 你们觉得简单吗 你们以为接待个客人 我们教会呢 有一个小客房 从实用来 大概已经接待了 不下十个传道人 你家里面来个客人的话 一天两天还好 三天五天呢 OK 如果三个星期 一个月呢 就有点压力 但是该有呢 就是乐于接待 传道人这样一个好的弟兄 所以呢 又很祝福他 这里呢 讲了说 愿你凡事姓生 身体健壮 就比灵魂 姓生一样 这是一个三派的祝福 凡事姓生 身体健壮 灵魂姓生 这是信主 所蒙的福 那很久以前 有一个布道队 到乡下去传福音 他们就建了个戏台 然后搭了一个 布道会的一个台子 题目很简单就是 信耶稣得永生 结果布道会一半的时候呢 风雨交加 就把那个写的字呢 给吹掉了几个笔画 那永生的永生 吹掉的那个点是什么呢 是水 对不对 这个永生的生呢 吹掉的那个横 那个牛 所以信耶稣得永生 不是这样 信耶稣得水牛 但是好多农夫啊 说哎呀 信耶稣得水牛 太好了 所以布道会之后呢 拍的对手 如何得水牛 所以让布道会 那些物责团队觉得 哎呀 真是啼笑皆非 你知道吗 今天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呢 是信耶稣得水牛的 当然这个故事真的水牛 我们的个子断的水牛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产业 甚至我们的寿数 我们都需要怎么样 神加给 但却不知道 这个祝福是有条件的 那下边呢 我就从三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呢 讲到凡事信生 什么意思就是说 一个在真人里面行的人 是要祝福他凡事顺利 在七七年代 在神学界里面 有一股 歪风 就叫成功神学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信主的时候 你信耶稣的时候 神会给你加添 你的祝福 特别在财务 金钱上面 这好多人呢 就说 那我想发财吗 想成功吗 那我就来信主 所以信主呢 这个成功的背后呢 就是升官发财 但这却不是 教会圣经里面的成功官 如果你看到该有 他凡事信生 我没有看到说 他升官的没有 而是看到怎么样 他里面那个火呢 被神添加 这不一样的生命 一个人如何凡事信生 这里没有讲原因 但是你要读诗篇 第一篇里面呢 可以说是这一段 圣经的一个诠释 这里讲了说 一个人 如果他喜爱 烟花的律法 昼夜思想 真便会有福 开上一棵树 在那西水旁 暗示结果子 夜里枯干 反正会怎么样 信都顺利 你看到没有 他如何 进入顺利 不是因为 他在那边幸福 而且怎么样 他喜爱 约涵的律法 昼夜思想 换句话说 一个在神的话里面 生活的人 福必败助他 阿们 在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也发布到我们 兄姐妹面对 各样生母的挑战 工作的压力 甚至家庭一些问题 一些我们里面的一些增长 我们也希望怎么样 神为我们开刀 但这道路呢 神已经给你开刀道路 而告诉你这个门禁 就是怎么样 要来敬虔爱主 阿们 当你敬虔爱主的时候 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 你所求的那一点 神必然嫁给你 所以你不可以本末道真 我想今天 当教会 搬到一个新的地方 一些时候 那里的百姓 那里的居民 希望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角度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社会影响 都是正面的 这是我们今天 我们要进迦南的时候 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 我就想到 当一分类百姓 他们进到迦南之后 他们分田分地之后 请问 约会在哪里 约会在世罗 四百年 那里 其实不是当时的行政的中心 之后呢 约会甚至都丢失了 在草丛里边都找不到了 就代表说 以色列百姓进去 并没有真正看入 神的同在 那今天 我们要到一个新堂去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建成余神 同在的地方 阿们 这是我们的心愿 所以今天 你希望凡事兴生 希望一切顺利 神是有应许的 是有条件的 就是要敬虔爱主 为爱业好的立法 周也复向 那今天早晨 我觉得很好 那我们教室都不够用 我们那个 小龙地那个房间呢 是有三个地方 有两个地方 外边还有一探地方 我真的说 在一个新的 一个场地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教室 希望大家呢 多多看重 里边的这种 生命的建造 当你生命建造 一有根有基的时候 你才可以生命成长 阿们 所以第一个 凡事兴生 那第二呢 身体健壮 为什么约翰在这里 要强调身体健壮呢 是该用身体不好吗 我不晓得 但在当时 的确有一种 危害教会 身体健康的异端 他们认为 人的身体 是个旧皮囊 是个臭皮囊 一个伟大 一个圣洁的神 怎么可以 屈身在一个 肮脏的肉体里面呢 对这种理论 就是异端的说 第一个 你要苦在自己的身体 吃被插的食物 你变得抽搭自己 然后怎样 让自己刻苦挤身 让身服务 就这样才能够属灵 我想当时教会里面呢 充满了很多 饥饿的 吃这种 发酷的食物的 营养不良的人 那约翰知道 一个教会呢 需要有强大的体魄 不是吗 那这一两年来 我们的教会的义工 我非常的感谢他们 我们大概 我算了算 直接 坚决的 就是参与义工的 超过一百人 我们很多 种活 累活 上贴子 挖土 挖鱼池 种草 搬砖头 行呗 没有一个体魄 可以干吗 不行 如果全家 我都是林黛玉的话 那教会 没有人干活了 马达也是 怎么样 也是有体魄的 所以 约翰知道 这种理论 我胆子 对大家的神学上 有一种歪弃 有一种扭曲 而且 也影响了教会的服势 那孩子人呢 他们也认为 既然身体是败坏的 那我就破坏破摔 我尽情去享乐 来造他自己 所以我常讲 身体是圣灵的点 要来埃及 阿们 那我下两天 有人给我发了一个 一个短信 我看看 他说 要埃及你的身体 因为身体是圣灵的点 下面人说 零钱不好配 有钱买不到 哇 这个真是 很经典 不是吗 这神 他所造的 是应该终身保用的 但很可惜 我们或者是 不爱心自己 或者是烟熏 火燎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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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精浸泡 或者是熬夜 或者是 不吃饭 那甚至怎么样 渐渐算下 以致不能服侍神 那今天很多年前 我们的大家长 周成仁牧师 他得了这个 皮肤癌 又是一黑眼督的癌 他才感觉到 说 身体呢 和服侍是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们教会 到进了新堂之后 我可以预见说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的服侍 都要加倍 所以你们的体力怎么样 要加倍 阿们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我们一方面操练金钱 另外我们要操练身体 那 大家就在 萧牧师最近 这一两年都很瘦 其实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我差不多 现在这一两月 太久停止 差不多一个星期之内 我要走两次 每次是来回六英里 刚开始呢 走的时候呢 就是大汗淋漓 那后来 我就一定要 波哥坑呢 要喝一个冰咖啡 继续走 那现在呢 我一口气可以走到 教会里边来 那我觉得操练身体 很重要 为了服侍 阿们 所以我一时 我们教会呢 有一个丰收的排球队 那昨天早晨 我在我们 教会的三楼 你知道 还有三楼吗 在二楼顶子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空地 大概宽有三十尺 长是八十五尺 我说 这地方呢 可以弄毛 可以打排球 我只要问李林 可以不可以 所以我觉得 我们当教会 服侍的时候呢 你需要 有一个健康 一个体魄 阿们 第三个就是 你要灵魂性生 如果你看 整篇的圣经里面 你好像看不到 该有 有哪些 这个灵魂性生的 一个表现 这很多时候 我们觉得 灵魂性生 是一个很抽象的 但你仔细看 约翰对他的表彰 当中呢 你一看到 该有的是一个 热心服侍的人 但当时我刚刚讲过 有很多游走的传道人 他们在一个教会服侍 或者在一个开步道 他们没有固定的机所 所以教会就鼓励 很多人能够出来 来接待他们 当时呢 这个教会里面 有些人呢 甚至热心接待 像概由一样 但还有人呢 他们不但不接待 而是怎么样 去讽刺 或者排斥 那些愿意接待 传道人的人 他的该有呢 在当中呢 他像客旅 弟兄 所行的 都是重心的 就是说 不管别怎么说 我像你不做 不像人做 第二呢 他在教会当中的爱心呢 得到别人的肯定 你看一个人的 灵魂性生 不是说 你能够被几篇圣经 不是说 你能带几篇祷告 能带几篇 这个不是 而是怎么样 你里边 对神的信念 和神的关系 能够在 中间 可以能够表现出来 所以弟兄都看到 这一个属于的人 所以你看 整个的祝福里边 我们看到 包括身体 包括灵 包括魂 在圣经里边 我们看到 有一个 关于这个 灵魂体的一个 和神学 记得圣经里边 其实灵魂两个的 分的不是很轻 很多时候 都讲到灵魂的魂 但是在中国的 神学界里边 我们比较喜欢 把人分成 灵魂体 什么是灵呢 就是祷告赞美 对神的认知 就是和神的关系 一个人问你是神 他的灵魂是怎么样 是昏睡的 所以当灵魂出现的时候 你可以认识到这位神 所以对一个不信主的人 还没有认识你什么 你要被祂祷告 让祂灵魂出现 能够看得见 听得见 这是这个的部分 什么是魂呢 就是我们的情感 喜怒哀乐 我们的忧愁 我们的担忧 我们的惧的那种惧怕 还有我们的知识层面 我们的学养 我们的人生的经历 这都是处于魂的部分 魂也很重要 因为魂 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人生 那什么是体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肉体 身体 那我最近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我们知道 在十五十六世纪开始 欧洲的几个强国 陆续在全世界 建立一个殖民的大国 我还有英国 有西班牙 有法国 这些国家在全世界 建立了数十个 或者十几个殖民地 你发现 几百年上来 这些比较发达的殖民地呢 大多数是英国 殖民地所建立 你可以想到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我们看到 包括新加坡 还有香港 但你西班牙呢 你发现 好像没有几个 强国出来 那法国更惨 我看到 非洲有很多 讲法一个国 好像都是 穷困的 后来发现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英国 没到一个地方 法国没到一个地方 西班牙没到一个地方 那个时候 第一件事做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做什么 该教堂 我看 英国 教堂 法国 还有西班牙教堂 但是英国 盖完教堂 还盖两件事情 办学校 办医院 教堂是关于灵的 那学校呢 是关于魂的 然后 医院呢 是关于体的 你发现 这么多年下来 一个灵魂体 都照顾到的 这个国家比较强 身体比较健康 阿们 那我就看到 我们教会的 宿习的课程 我觉得很有意思 当时我们编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这么多 那么刚一刻 开始就讲到说 神的创造 认识到 三位一体的事 认识到 这个神 跟我们的关系 那接下来呢 就讲到我们的罪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扩取一些 不好的观念 就讲到魂的部分 那还讲到 提出我们生病 我们得病 我们怎么到的 现在祷告 医治怎么样 可以病得 医治得实方 你发现没有 也是观过到 灵魂体 所以这段圣经里边 它不但祝福我们的事业 然后呢 祝福我们的身体 更能量来祝福我们灵魂 我相信呢 这也是我们 灵良堂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阿们 所以我想 今天就这样分享 给大家 给一个提醒 那我们 很快就要搬到 新唐里面去 其实呢 摆在我们面前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就像当年 以色列民一样 进行的不是我们 改房子 不是分田地 而是怎么样 而是要建立 一个又一个的事故 你可以想一下 如果今天 教会来50个人的话 我告诉你 李昂堂 我们教会 招架不住 所以今天呢 每个弟兄姐妹 你要在主里面 你要展纹教会 像盖游一样 它是一个明白真理的 明白真理不是 背记在经文而已 而且要把神的话怎么样 活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生活的坐标 那同样呢 也希望我们教会呢 成为一个身体强壮的教会 阿们 我们拉住就可以来打仗了 而不是一体呢 残兵败将 这种服饰真的需要提 那等会呢 我给大家 讲一下 我们最近的教会呢 突然呢 天上掉馅饼 那我们教会呢 要办一个儿童中心 就是希望以后呢 在儿童事故这边呢 我们能够有些突破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条件 我们的房间也太小 就有一个机构呢 送来57套崭新没有开封的儿童桌椅 一个桌子配两个板灯 很漂亮 那么教会呢 我们希望说我们打仗之后呢 要一个灯很亮 我知道要花钱 所以我想想而已 不敢往下想 结果有一个灯店呢 要某一地方 然后呢就打电话说呢 教会优先可以去选灯 我才知道身体强壮国中药 就我们之后就派出几个大汉 朱云飞 蒋俊然 还有谁 蒋俊然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周涛 还有谁 不泄下来 好多人想啊 打不下来 这么就说 神的恩典真的很多 所以当教会服事的时候呢 我们要操练身体 阿们 那位旁边说 就是操练敬钱 也要操练身体 操练敬钱 要操练身体 对 所以我们教会呢 也要有这个 以后有祷告 这个时候 那我们可能在9月份呢 会有一个特别的奖言来 特别是奖金翻起 我相信说 一个平衡 发展的教会很重要 阿们 我们在这个时代呢 不能偏过 但是呢 我们要来平衡来发展 阿们 所以面对前面 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阿们 希望大家呢 知道你所肩负的 这个重任 阿们 我们来唱出诗歌 你的脚活着 今天刚才带着你 我们请这版本写来 我爱你 带着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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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照顾 我爱你 干着我的脚步 一目一目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 走在恒惚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拥戴它 就跟随你的脚步 给你生在水面上 给你生在荒野里 去去折折我也不在乎 你一定要经过的勇气 只要等我顺服你 凡雪错雨 你离我就不然不语 就在经过黑暗路 就在避到暴风里 在你手中我将变成主 我们请来宣告 你的脚步 来着我的脚步 一步一步都有祝福 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 走在恒惚的道路 就给我更多的勇气 给我更多的信心 让我勇敢它 就跟随你的脚步 给你生在水面上 给你生在荒野里 记记着着我也不在乎 我只要更多静靠你 只要更多深呼你 就在经过黑暗路 就在经过暴风雨 就在经过暴风雨 在神手里都将变为祝福 在神手里都将变为祝福 我们先来宝告 到今天早晨 短短的经文 带给我们祈祷的祝福 我们看到该有一个极普通的弟兄 在教科里边 却用忠心接待远方的传道人 祂的中心 祂的脚上 祝你都看见 你记得约翰的口 来称赞这位弟兄 然后看到今天 当教会成长发展的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太多 太多像该有这样的人 他们行在真理中 他们行在福祉当中 他的中心 他的福祉 祝你都看见 爸爸的你也借着祝福 该有的祝福我们教会 让我们无论是凡事 我们都经历顺利 我们也看到 我们的信心 也经过你的眺望 我们看到 你也在心当中 你加添过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身体健壮 让我们领域来复兴 让我们教会 在搬进一个新的地方去的时候 我们有更多的祝福到我们面前 哈利路亚赞美主 让祷告祈求 是奉的主耶 祖基督登神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